欢迎收看本节目 对于黄蜂的这笔操作 外界普遍不是特别看好 很多媒体和球迷都认为 海沃德会成为下一个巴图姆 大家都不理解 乔丹为什么会愿意给海沃德一份 1.2亿的大合同 至于巴图姆 他很快就找到了星下家 据体育话报 记者查拉尼亚报道 一旦巴图姆度过澄清期 他将和快船签约 虽然巴图姆只有31岁 但是这几年来 他的表现一直很挣扎 他饱受伤病影响 上个赛季 他只打了22场比赛 他的手指有伤病 巴图姆上赛季场均3.6分 职业生涯新低 投篮命中率为34.6% 对于快船来说 巴图姆抵星加盟 绝对是划算的 巴图姆的身高和组织能力 都非常适合快船 他是一名组织型封线 巴图姆 08年进入联盟 在开拓者度过了 自己职业生涯前7个赛季 由于技术比较全面 他被称为法国皮棚 2015年 开拓者和黄峰达成交易 巴图姆来到夏洛特 他凭借出色的表现 在16年获得了一份 1.2亿美元的大合同 那时候 联盟工资贸大涨 联盟诞生了多份垃圾合同 巴图姆就是其中之一 这几个赛季 巴图姆一直是 球队薪水最高的球员 但是他的状态 非常差 数据一直下跌 他的表现 完全配不上 他的合同 巴图姆身高 2.06米 打地位置 是风位摇摆人 快船签下 他也算是简陋 他们只需要 给巴图姆一份底薪合同 巴图姆 来到快船之后 两大特质 可以帮助小卡 冲击总冠军 那就是他的身高和传球 巴图姆职业生涯 有三个赛季 场均助攻数量 接近六次 可以说 健康的巴图姆 是善于梳理球队进攻的 巴图姆加盟快船之后 可以担任小卡 和乔治的替补 目前 自由市场上 仅剩的大鱼很少了 而快船的薪资 空间有限 昨天 薪资专家 鲍比马克思还爆料 快船需要 才叫诺阿 这样他们的薪资总和 才不会高于硬工资贸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 订阅收藏 不迷路